大家在昨天跟我的互动当中应该可以看到 我是极力的去保护了这个文件里面 那跟本案疑点无关的部分 我是全部都贴主的 所以我是进到了我立法委员应该进的保密义务 所以我个人愿意勇敢的来面对 外交部要对我做任何的指控 他们都已经赶在凌晨11点的时候指控我了 那我今天也拿出证据了 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进一步合作 就会遭到阻挠甚至被破坏 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处理备忘录文件的主因 但相关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送立法院备查 立法委员均可调阅 所谓的密约根本无稽之谈 立法委员对于内容有疑问 外交部可派员说明 但不可直接在媒体面前公开机密文件 是国家机密与无误 外交部对于本案涉及泄漏公务机密的仪式 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因应 他把这个外交部行文给每个立法委的密件 上面都有流水编号 都不一样哦 每个都有流水编号 很少有人笨到会拿出来公布 那他说我有贴那个便利贴有遮住 这样就不算了 什么叫密件 整份叫密件 未经何可揭露分布这个复制 都违反了国家机密保护法 你这个遮那个遮到最后 有没有揭露 有没有公开 有没有传递 都有 就犯法啦 你召开记者会把你的密件拿出来公开传递 让所有的这个记者都拍回去 违法了啦 所以外交部要告他 一定要告啊 违法了否则以后每一个外交部所行文出去的密件 大家只要把头尾遮一遮就可以公布了吗 其实这份密件呢 他是外交部是发给113位立委 每一个 然后因为是密件嘛 所以112位都没有把密件公开 唯一一个公开的 这个徐晓芯 他公开之后还说 哦有弊案有弊案 我要请教一下余将军 徐晓芯现在是不是在转移焦点 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争议 讲不完 然后自己跟都更协会的关系到底多密切 不知道 然后现在又丢出另外一个 哇鲨鱼理论 而且这个大条哦 哎呦 国家层次的呢 这个事情 徐晓芯应该算是专家 因为他说 外交部 洗钱 你要告诉我 你钱怎么洗出来的 你干嘛问完交部 问你姐夫不就知道了 而且捷克诈骗 诈骗而已你不是专家 洗钱有比你家族涉嫌人 你的姐姐跟姐夫 还更了解更明白吗 你去探监问你姐夫嘛 哎 钱怎么洗出来的 我现在查外交部 他怎么洗出来 他一定告诉你 告诉你把他转成虚拟货币哦 虚拟货币 然后再给他转过去哦 他再把他洗出来哦 洗钱专家是谁 洗钱专家是你的姐夫跟姐姐啊 对不对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离婚 哎如果当时这个杜南 跟他的刘向姐离婚了 这件事情不就没了吗 对啊 又不是叫你跟刘云你离婚 对啊 如果早知道他就早离了啦 早知道早离了啦 对不对 然后你看他开始攻外交部 上礼拜我还讲说 你这样对外交部 这种咨询法 对外交部长 我觉得很不爽 他呛我呛呛什么你知道 你先把你的数学学好 再来问我 对啊 我数学是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新台币 50万加50万 等于一张卫生纸 你的数学有比我好 对 随便都送出几亿啊 对不对 他不是讲说 我分两次新台币 50万会给我婆婆 那不就跟一张卫生纸一样 你告诉我 新台币50万加50万 为什么等于一张卫生纸 我数学真的很烂 我真的不懂啊 谁懂求姐啊 我想出售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他就是这样来做 他把密件 他把这个外交部 行文给每个立法委的密件 上面都有流水编号 给冠婷的 给我的 给永宏委议员的 都不一样哦 每个都有流水编号 很少有人笨到 会拿出来公布 可是他说 我有贴那个便利贴 有遮住 这样就不算了 什么叫密件 整份叫密件 未经何可 揭露 分布 这个复制 都违反了 国家机密保护法 整份都是密件 那可是他有言论免责权 这样子可以办他吗 言论免责权 与危害国家利益 哪个比较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 那个密件 密件是不能用 电子公文传送的哦 它是要实质 放在公文缝里面送过去 签收才能打开 所以它是不可以泄露的 密件保存的时间 它好像是列9年 到2033年 对 那很久 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密件 跟你去小吃摊买的密件 保存期限 33天是不一样的 没错 一般的酸梅密件 打开33天 不吃会发霉 这个密件 它的保存期限 是跟法律有关哦 你这个遮 那个遮 遮到最后 有没有揭露 有没有公开 有没有传递 都有 就犯法啦 你召开记者会 把你的密件 拿出来公开传递 让所有的记者 都拍回去 这是不是违反 国家机密保护法 是 违法了啦 所以外交部要告他 一定要告他 违法了 否则以后每一个外交部 所新闻出去的密件 大家只要把头尾遮一遮 就可以公布了吗 对啊 那你把国家安全 视为合污 立法委员的言论免责权 跟国家安全 哪一个重要 当然是国家安全重要 没有的国家 就没有立法院 没有立法院 哪一个的言论免责权啊 而且他设的这个 他设的这个法 应该是一年到七年 加起来 有啦 对 一年到七年 那不能缓行 这种泄密是不能缓行 所以我才讲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都是用想当然耳的 天才方式 都是用认为说 我都遮盖住啦 你以为是你 手上拿的简讯 头尾遮盖住 就没事了吗 那个简讯 刘向杰的友人 没有把它列为机密 也没有列入 国家机密保护法 你公布出来的公文是 国家机密保护法 公告的正式文件 每个都有流水号 跟保密等级 你已经违法了 身为立法委员 违法 身为立法委员 你去问外交部 怎么洗钱 跟捷克政府之间 你正在破坏国防 外交的这个成果 而且呢 违法在前 破坏在后 最后一个 无知是现在 所以你质疑 我的数学好不好 我的数学不好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50万新台币 加50万新台币 但因为一张卫生纸 告诉我你怎么加的 没错 好贵的卫生纸 我还是要请这个永宏 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 因为台湾跟捷克 是友好的 然后台湾的外交 也的确辛苦 当台湾的外交 能够多交 结交一个好朋友 其实对台湾来说 是重要的 他这样子的行为 会不会使得 其他国家 想要跟台湾 谈合作的时候 其他国家 也要不要吧 先不要 先不要 你们的国会议员 可能会对我们 有一些 这些怀疑 然后呢 如果我们 跟捷克签的这个 是因为我们 要援助乌克兰 我们都同一个阵线的 然后可是 国民党现在 也没有在跟你 care这个 我们就不要跟乌克兰 我们就不要跟捷克当好朋友 甚至我们要跟 俄罗斯当好朋友 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 我先讲 国民党这一段来讲 外交这个很重要 过去读书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以前曾经国民党 有一个时期 叫做什么 联俄融共 大家记不记得 对 孙中山的时候 还有一个孙岳宣言 不是我们那个 孙岳演员 对 那时候要联俄融共 联俄融共的结果是什么 联俄融共的结果就是让共产党 寄生在国民党的体制内 让黄埔军校有周恩来这些人 在黄埔军校里面 所以后来共产党里面有一堆人 就是从国民党转变回来 就变共产党了 黄埔军校有一堆人 转变 也要剩一变 变成解放军了 然后 没有错 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 好 联俄融共的结局就是后来 蒋介石要搞一件事情叫什么 亲 这个他叫什么 亲党 亲党亲共 对不对 然后宁汉分裂 国民党的历史 你们回去读一读 我不是你们国民党都把你读完了 重点来了 你们以前联俄融共失败 你们现在要联俄融共一次 国民党在过去 其实那个党 政党外交 去请外交使节是正常的 因为你要沟通 过去没有那么场景 尤其在苏联时代开玩笑 我们反共抗二 对啊 你知道吗 他什么时候开始跟俄罗斯要密切的联系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全世界都在谴责俄罗斯的时候 中国再站在俄罗斯旁边 还有一个 不是中国国民党 大陆国民党 这个时候开始站在俄罗斯旁边 连续两三年都要俄罗斯 然后其他欧洲国家觉得说 你干嘛 我们现在在跟俄罗斯对抗 你干嘛要俄罗斯 国民党选择很清楚 他就知道 这个时候我要俄罗斯 我干嘛要这时候 我表态给中国看嘛 我表态给俄罗斯看嘛 反正跟你美国欧洲民主国家不好的 都是我的好朋友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是我的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可以侵略乌克兰 乌克兰是俄罗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台湾也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道理 我要跟他站在一起 对不对 这就是国民党的逻辑 但问题来了 我是要问说 你们的老祖宗 以前联合荣共输成这样 这很丢脸 就是他邀咽 然后是欧洲其他国家代表 看不下去 你怎么会邀俄罗斯 我才不要去 还有一个关键 丢脸 有个关键 欧洲很多国家不要 最先说不要几个国家 其中一个 为什么今天 徐晓鑫要特别讲 跟我们跟捷克的 去年就是捷克的代表团 就说那我不要出席 对 反对 捷克 捷克在欧洲 在乌克兰 不要说俄罗斯 俄罗斯这么大 乌克兰这么大 捷克在旁边大概这么小 要小的 捷克就直接说 那我不要去跟你国民党互动 因为他不是说 不是说你 俄罗斯欺负我捷克 是说你俄罗斯欺负乌克兰 你中国国民党 大陆国民党 要去跟人家联谊 邀请他来 那我捷克不要 捷克一不要 欧洲很多国家说 我们也不要啊 所以国民党才改嘛 今年也是这样嘛 所以他今天特别 我跟你讲 他都有目的了 修理捷克嘛 那我还是要讲一个 徐晓鑫 不把你又走不回心 所有的外交都是机密 尤其台湾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那见不得光 是因为那叫做国际政治 我们很可能是要 透过捷克去援助乌克兰 而且那个透过捷克 不一定直接进乌克兰 他可能要进到波兰 再进去乌克兰 就像美国 英国要给乌克兰的军援 也不是直接北约就进去 也不是我战斗机都飞到你 不是的 他要从波兰进去 他要从波罗的海 三国进去 这叫国际政治 所以你一个消息 泄露出去了 人家就去防堵了 那你泄露这个讯息 是要干嘛 你是要叫老共 赶快去防堵 说你看 我告诉你们 那个捷克跟台湾 现在好像什么 你们赶快去处理 知道捷克大使 你现在赶快去找总统 找他们总统 因为我们手上有证据 什么证据 有一个密件 是台湾的立法委员 许晓鑫拿出来的密件 你赶快去质问这个捷克 天啊我真的受不了 纤真的 十分之后 你 shiny